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繼續回來《要財財經台》的直播時間 來到這一節是下午第一節的問答環節 歡迎大家以電話或電郵形式提問你們的股票問題 我們的熱線電話是2046566 支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先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就是我們的高級分析員袁志希Harrie在身邊 Harrie 你好 看到現在大市方面繼續跌 跌幅是1.32% 現時是22776點 暫時跌305點 等待嘉靈觀眾打電話來的同事 不如跟你跟進一下有消息的股份 不如之前跟大家跟進了一眾發營器股份 這次和大家談談米蘭站 1150暫時是9毫止 今天跌幅非常明顯 為何超過1.3% 現在都接近1.4% 主要說到米蘭站終止 第一潛在買家初商賣盤 即是暫時還未興建成 看到股價就著消息的打擊 就有下跌 如何看今次的消息和米蘭站方面的情況 你怎樣看 米蘭站的消息面 當然是停止了本身的交易討論 對於股價表現來說 自不然先前炒起了 有一個明顯的回吐 問題是大股東也有說到 本身跟第三方欺購公司的股份 未必完全說有一個終止的機會 其實這個消息 對於股價表現來說 我相信會比較波動 對於米蘭站來說 大家現階段 都沒有買基本因素 都沒有基本因素可燃 以現階段的消息面來說 我覺得利淡的因素自然居多 對於未來發展的形勢 或是股價表現來說 我建議大家不如尖手 也看到事件究竟如何進一步發展 很難去判斷 但現階段對於市場的負面情緒 這麼多的時候 你自己現階段走進去買 我建議你不妨回避一下 始終這些炒作消息的股份 消息已經是 本身有個逆轉 也可能真的會賣不出 股價表現自然會一層百踩 對,這股份來說 今天也算是其中一隻焦點的股份 接著跟進一下其他焦點的股份 先看到今天繼續要跌的板塊 就是豪島股的板塊 看到兩隻之前氣勢如虹的股份 分別是銀魚和金沙中國 繼續有一個調整 下午來說 跌幅稍微收窄了一點 但始終也有一個跌小 好像銀魚一樣 已經連跌三天 現價上76.45% 暫時跌幅不超過1% 至於金沙中國 現時正在做60.9毫半 跌幅超過1% 怎麼看這兩隻股份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分析 都說升得差不多 有些調整都不出奇 但接下來的強勢會否繼續持續 今天可以看到很多消息股 都有些回套 這個豪島裏別的板塊 我想大家都是這幾天的焦點 今天銀魚的走勢 其實以股價表現來說 做得不錯 因為本身早市的時候 跌到72元這個位置 其實在說豪島股大散水 會否先前的升幅 要回套到70元這些位置 才慢慢地存定 我自己也是這樣估計的 但問題是 要看資金的流向 這幾天我們看到 由於本身的內銀股 或者內險股 受惠於人行放水 或是我們看到 有幾大部分的落後藍籌 就開始有資金流轉 其實我都會相信 部分炒開豪島股的資金 也會走進去這些股份 但問題是 今天我們看到內銀股又倒下去 主要原因 除了PMI指數做得一般之外 我相信就是 在這一兩天 就說的是信託產品 會陸陸續續 看到更多違約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有個這麼明顯的回套 會不會資金又由內銀股 進入豪島股 我現在一直在觀察 這個焦點 其實事實上 如果你看回豪島的概念性 或是行業的結構增長 依然會回到 中線前景來說 其實會看好 問題是 大家會不會在現階段 這個價錢去買這一種 所謂一線的豪島股 暫時來看 如果計算即市的波幅 可能會繼續走上的階段 甚至剛才有段時間 銀股是倒升的 所以我會覺得 你現階段去搏的話 上回76元這些位置 依然覺得不太直搏 我會覺得 因為沒有明顯 你見到一個頂 就84.5元 如果本身 你76元買入的話 你會用一個很高的價錢 去接近這10%的回報 我相信 不少的投資者 可能84.5元的時候 依然在坐艇 如果股價 回到84.5元的時候 已經有很大的股額 所以如果純粹計算銀魚來說 即現階段 大家知道基本因素 其實本身 見到很多大項出的報告 都會預測他們的EBITDA 都有一個很明顯的上升 只計估值來說 又不是說高得那麼緊要 如果你計算行業 有一個結構性的增長 又或者是豪島業 都有一個中國境內 有一個賭場的獨特性 在回到的時候 依然我覺得長線資金 不會說純粹地這麼快走 但問題是 我建議大家 真的落到70元以下 才去買這些類別的股份 始終現階段的直貨空間不多 謝謝Harry和我們分析了 就是銀魚熱情整個板塊的表現 不如和大家先跟進一下 這個板塊的最新表現 剛剛提到銀魚現在正在76.35元 跌幅接近1% 澳洲方面也有跌接近1% 現時追近25.1% 新豪博壓111.5% 跌近3.1% 跌幅接近3% 本來澳門34.35% 跌近超過1% 金沙中國跌接近2% 追近60.8% 美高煤33.4% 又得升 升幅超過2% 看來就是二三線豪島股方面的最新情況 澳門勵進升接近1% 澳馬市跌超過1% 新豪環掛跌幅比較明顯 跌接近5% 澳門Japan繼續有得升 升幅接近7% 現在正在做35.5% 海星看股暫時跌1% 好 看看隔壁觀眾方面的電話 旁邊等著的就是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那隻信達集團 是 是 是 沒有貨的 看看哪個價位入 還有一隻是1313 華潤水泥 是 這隻我都沒有貨 看看哪個價位入 好 兩隻不同版塊 完全意味都不同 不如分開講講講 先講中國信達 編號是1359 現價來講最近5.34% 暫時跌超過1% 這隻是12月上年年尾掛牌 其實比起股價上市的時候 那價來講 其實都已經做得不錯 慢慢向上行 家庭官仍未有貨 這時候去到賣算不算高聚 如果你說看回信達資產管理來講 其實我都會覺得 1359這隻股份 陳先生你可以跟內銀調轉去看 內銀跌的時候 他的業務可能會有上升 這隻主要是做一些資產重組 或者是市場坊間裏面講的 收垃圾的股份 收垃圾是甚麼垃圾 就是講一些不良資產 不良資產來講 我們這幾天講起 內銀有些信託產品 可能會違約 其實就不是太關信達資產管理事 因為他本身收那些回收那些 或者是重組那些資產 不是完全那些信託產品 但是市場的資金 當見到內銀這麼急劇沽下去 大家又怕地方債 又見到信託產品出市的時候 大家就會想起它 所以就是說 本身的股份 在今年的發展上來講 尤其是中央政府 都繼續控制本身的地方債問題 或是現在講理財產品 又有些爆煲的情況的話 其實對於股價表現 有一個承接力在這裏 所以這隻股份 你會見到 上市至今 慢慢地升上去 其實如果你說 現階段 5.35元 這個價錢真的挺高 如果你計算IPO的價錢 現在現階段 計算的升幅來講 所以我會覺得 我本身 看回5.2樓下才去買入 如果你說中線前景來講 暫時5.5元是我的目標價 其實已經到過了 現在慢慢地推上去 我看5.6、5.7這些位置 作為一個目標價 另外一隻先生想問的 就是華潤水泥 偏向1313 現階來說 5.6暫時跌3 跌幅不超過1% 最近股價好像向上 其實應該怎樣看整個股價走勢 現在去到買入行不行 水泥股已經出現了 看到華潤或安徽海螺 也看到華潤水泥彈了上去 現階段5.6個位置 我建議不妨等等 其實因為出現一些 水泥行業的環保標準 可能在水泥廠的建造方面 要符合環保標準 支付開支方面 會有上升 會否影響水泥股的股價表現 短暫性會有一部分的震盪 所以我建議不妨5.4才買入 5.4買入的時候 駁回到6元 6元就看出業績的時候 之前已經發了營起 符合整個視像預期 這個價錢 我覺得是會有機會賭到的 好的 謝謝Hurry 跟別人交易了 陳先生方面的電話查詢 不如先跟大家跟進 整個水泥板塊 介入最新的表現 看到安徽海螺 現價來講 31.05元 跌接近1% 中建材同樣跌接近1% 做7.81元 華潤水泥 做5.6元 至於中財股份 暫時跌超過1% 做1.57元 金魚現在是做6.36元 跌7先 跌幅1% 看看另外幾隻 亞洲水泥和天水水泥暫時沒有升跌 山水水泥是跌4% 至於西部水泥是跌3%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Hurry 和你做回申報 剛剛所提及的相關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Hurry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將會是每隻股的環節 我們的分析員黃偉豪會和大家推介股份 大家不要走開了